直接可以在正量角度里面按确定 那比如说我先 这边先做一个 从这边 15 你会发现15度就一条 这个 绿色的线出来 然后移到这边 点一下 OK 这样的话这边上面这一条就修剪 空白键一下 好那这来的话 我们已经把底下这部分做完了 OK 那接下来我上面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先处理 折过来 其实先做50 先50的部分再来做30 会比较干净 不然你全部偏移完之后 你会发现线段太多 那所以我们逐步 先慢慢 把这底下 做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边中线上去 你先画一条线 然后分别 左右各偏移 因为总共是50 所以是25 Enter 然后偏移 把它偏过来 把它偏过去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 点一下线 从这一点 过来 15度 那15度的话呢 你可以先拉到外面来 之后再拉回去 拉回去 拉回去 特别重要 有的时候你不要急着点下去 为什么 因为很容易 这个焦点跟那个什么呢 有没有发现 焦点跟中点很接近 对不对 你就很容易怎么样呢 就不小心碰到这一点 所以特别注意 其实会画图画错 主要是 因为有些点太接近 你不小心碰到旁边的点 那就有可能错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定是焦点的话 你可以也是强制锁点 我前面讲过嘛 强制锁点 假设我一定要只有出现 哪一个点呢 焦点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呢 强制锁点就是 Ctrl加右键 只出现焦点 其他点都不要给我出现 这个叫强制锁点 OK焦点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时候 如果强制锁点 好像急做标就出问题了 那算了 这个地方把贝克回去 强制锁点的话 你急做标的角度 可能就会出不来 好那再来 OK 那我们就拉出一个 这个角度 其实165度 拉回来